好 哈囉 大家好 在今天的演講開始之前呢 我要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都有去過迪士尼樂園或是環球影城嗎 有吧 我想要請大家幫我投票一下 通常你去遊樂園玩的時候 是怎麼樣安排你的一日的遊樂體驗的 然後在這邊我有幫大家分成三種路線可以選擇 第一種路線的人是堅持攻頂派 就是這一類的人一進到遊樂園裡面 他就要衝到那個最好玩最多人玩的那一項設施 然後呢排隊可能要排超過四分之一的時間也沒關係 因為他進去玩那一天他就是要玩那幾項最好玩的 這是第一種路線 第二種路線的人是完美規劃CP指派 這一類的人就是他在進遊樂園之前 他就會先買好VIP Pass 下載好遊樂園的App 然後進去之後呢 他從遊行到所有的設施的70% 到所有的劇場 甚至結束他連煙火都不能放過 這是第二類的完美規劃CP指派 第三類的人叫做隨心所欲派 就是這一類的人進去玩的時候 就是我都去遊樂園玩了嘛 我只要舒服啊 我想那麼多幹嘛 所以我就是走到哪玩到哪 然後最好人很多的時候 喔我就不要去 我就是追求只有一切是舒服的體驗 所以幫我投個票 你是第一派的人舉手一下好不好 喔有喔 第二派的人請舉手 OK好 你是第三派的人請舉手 好 現場最多的是第三派隨心所欲派的人 那這個問題 其實不管怎麼回答 大家應該都是很開心的 因為 這個問題大家在 回答的時候 都是想著 我是進去遊樂園玩嘛 我都跟著主角在生利其境 很像我們是主角一樣 跟他們一起上山下海冒險 那我今天想要大家換一個想法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把那張門票 當做你的人生 他進到這個遊樂園玩裡面 就只有一票玩到底 沒有辦法有第二次的話 那你剛剛的那個回答 你又會選擇哪一個路線呢 先不用急著回答我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問題的重點也不是答案 是今天 攸關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就是創造屬於自己人生的多元宇宙 然後講到多元宇宙呢 大家應該就想到一些科學的理論嘛 那我簡單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怕有人真的比較不熟悉 多元宇宙是什麼概念 多元宇宙的概念就是 假設我們現在身處的宇宙之外 還有其他跟我們同時在進行的平行時空的宇宙 所以人們就可以去幻想 根據這個理論可以去想像說 其實在不同的時空下 還有不同版本的我們 或變化過後的我們 但是今天我不是科學家嘛 所以我並不是要來TED跟大家分享說 證實多元宇宙存在的概念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宇宙不是科學的多元宇宙 是我們的內在 我們內在多元宇宙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自己的宇宙 所以呢通過去發展挖掘自己多元宇宙的多元性 可以讓我們更了解自己 更探索自己的人生 我們可以通過創造屬於自己人生多元宇宙 來探索實現自己的價值跟意義 那在這之前也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瑞德 因為姓紅的關係 所以我取了瑞的這個藝名 那從一位以前是街舞的舞者 到主持街舞比賽的主持人 後面成為了歌手 組了團體發了團體的EP 也發了我個人的專輯 那這幾年還有主持Podcast 然後擔任一些歌手的專輯企劃 然後也有創立自己的生活品牌 那現在是一個協助音樂公司的營運者這樣子 那我覺得比對了 因為這幾年我看了一些就是 讓我腦洞大開的一些劇 可能像Rick and Morty 或者是媽的多重宇宙漫威等等的 那讓我思考了很多人生的意義 那我覺得比對之下 我想要今天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人生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多元宇宙 那你有試想過 你有幾種跳躍角色的可能性嗎 那在這邊我想要先舉一個童話故事的例子 來討論一下這個選擇這件事的重要性 愛麗絲夢遊仙境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吧 大概應該都知道 這個故事就是在講愛麗絲有一天下午很無聊 她就跟著一隻兔子跳到一個樹洞裡面 然後發展了一連串的奇幻冒險 結果後面醒來發現好像是一場夢這樣子 那我這邊想要拿這故事來舉例的原因是 我在裡面跳了幾個點喔 就是如果我們用假設的方式 愛麗絲如果她在一開始沒有跟著這個兔子 跳進這個樹洞裡 那這個故事她就會變成一個現實世界的故事 她不會變成一個奇幻冒險 可能就是一個她跟她姐姐度過下午的日常 那第二個是舉例是 如果愛麗絲進到這個樹洞裡面 一開始她去一個很小的門嘛 她遇到一個小的門的時候 她在想辦法要找方法怎麼辦的時候 如果她沒有去喝下旁邊那個藥水 她覺得那個藥水可能有毒 那可能她就不會縮小了 或者是她就會找其他的路口 再去往下一個地方邁進 第三個舉例是 如果愛麗絲遇到笑臉貓的時候 她覺得笑臉貓長得很詭異的話 她可能也不會去跟她攀談了 那她就不會得到那一句最經典的 其實哪一個方向都無所謂這句話 那可能故事的發展 會是愛麗絲又找不到下一個出口 那或者是愛麗絲就會去跟其他的動物攀談了 那這幾個選擇的方式 主要的要講的重點是 這個故事是體現了愛麗絲個人的自由意志 還有選擇的重要性 那同時也去體現這個童話故事 這個是能夠多麼展現夢幻世界的 無限的擴充的可能 所以我拿這個分歧點呢 就是我把這三個 我舉出來例子當作故事的分歧點 那我拿來比對了一下我自己目前的人生 因為我覺得活到目前我的人生過得蠻多元蠻精彩的 所以我整理了下面三個分歧點 第一個分歧點是 我在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念的是氣管系 但是我很喜歡跳舞所以我參加熱舞社 那畢業的時候呢我先找了第一份工作是行銷企劃 那在那個時候做了半年多吧 我就覺得哇我真的完全不適合坐在辦公室耶 所以我就先提離職了這樣子 那在那個時候就也是有一點徬徨嘛 畢竟還在找自我 那我的朋友就給了我一個DM 那個DM上面是台灣那時候要做一個 給大陸客看的觀光秀 那劇團在應徵正職的舞者 那他邀請他就給我說我可以去考這個舞者 但是我其實是一個氣管系畢業的大學生嘛 我只是因為喜歡跳舞而已 然後會去那樣子的考試徵選 進劇團裡面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些科班生 或者是從小也有待過舞蹈班的 身段很好的同學 那我當時就是一個很HIPHOP的舞者這樣子 所以呢我就想了一下 是誰好像機率不是很高 可是當時我就也沒有方向 就覺得不然我就去試試看 於是我就去參加徵選了 然後很幸運的我就 考上了第一批的正職舞者 加入這個劇團 所以這是我人生第一個轉折的分歧點 第二個分歧點就來到進了劇團之後呢 在這個裡面工作 結果不到10個月劇團就經營不善 所以呢劇團就決定把這個秀先收掉了 那頓時之間呢我好不容易 欸好像人生踏上了完成第一個夢想 結果瞬間 欸領了那個失業補助 你知道嗎 就突然又沒有工作了 又開始徬徨了 這個時候劇團裡面有成員呢 呃跟我說 欸他們想要開音樂公司 問我有沒有興趣去簽約當歌手 那我本身對唱歌當然是 呃小時候開始也是有興趣的嘛 那可是當時思考的點 同時有一個比較大的原因是 欸我在這個失業的過程 加上我去外面自由接案的過程 我發現舞者這個角色 他的被取代性比較高 也就是我今天可能受傷了 或是有什麼臨時的狀況的話 我是可以馬上被取代的 所以我就想說嗯那再給自己一個機會 也試試看 所以我就簽約當歌手 這開啟了我的第二個人生分歧點的角色 第三個分歧點呢是來到了跟公司 呃加入了音樂公司簽約三年之後 在合約快要到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已經快要30歲了 然後呢呃我跟公司提出說 欸那接下來我想要繼續那個續約的話 我希望我可以自己學創作 我希望我可以當一個創作歌手 然後呢我可以呃那個 以後有機會當自己的音樂製作人這樣 然後公司就是當下馬上就打槍我 呃公司就說哦你都這個歲數了 你還想要學創作已經太晚了 人家都是幾歲幾歲就開始了 那你你現在還光想要學創作 然後你還想要靠音樂可以當飯吃 他說呃去建議你真的是不要這樣 然後於是呢當下的我呢是 呃心中冒起了很大的很大的一個問號 就是我不太認同他的說法 可是我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就是我有一個懷疑 可是我又沒辦法反駁他 那於是我就想說那我就給我自己一個機會 我自己獨立出來試試看 呃自己獨立學習創作 然後找自己想要的路線這樣子 於是呢我就自己 呃獨立出來了學創作開始做音樂 那很很幸運的我很快的遇到 我接下來組團團員 就是Chinji Squad團員叫 羅韻碩 高爾瑄跟Chris Ford 然後我們就組了一個團體 然後發了EP 然後我們也很幸運的就有很好的成績 所以呢這是我人生第三個分歧點 那根據上面故事的分歧點 加上我人生的分歧點之後呢 我整理了一下我發現 如果回到剛剛的問題 如果人生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多元宇宙 你有試想過你有幾種跳躍角色的可能性嗎 我在剛剛那幾個分歧點出現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就是順著我的直覺在做選擇 但是當我回到就是現在來回想這些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我那時候的選擇是至關重要 造成我人生完全不同角色的建立 所以呢我把上面的故事 童話故事跟我的經歷呢 我思考過後我整理了以下幾個階段是 當你開始發現你的人生有往這個創造多元宇宙的路線 在走的時候你大概會經歷哪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你會有懷疑期 你會有自我懷疑的認知 你可能會覺得我現在這個當下角色好像不是我耶 或者是其實你很滿意你現在當下的角色 可是你有在開始思考說我人生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 這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你就會探索開始探索 你會找相關的資訊 你可能上網看啊 或是你開始試了跟朋友有點聊起這個話題 你想要去蒐集相關的資訊來證明自己的假設是不是對的 第三個階段你就會進到跳躍起 也就是呢你就會正式踏出你的第一步 有的人可能會去上新的課程啊 有的人可能會認識不同圈子的朋友 然後有的人甚至勇敢一點就直接轉換工作這樣子 這是跳躍起 那接下來第四個階段就會進到時間修正期 就是當你進到新的角色領域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跟自己想像中有很大的落差耶 你會不如你的預期 那這時候你會有挫折感 那你也會有落差感 那就會需要一些時間去調整 有的人可能會所謂的退回同溫層 就退到原本的領域 有的人可能就會把時間拉長一點 我讓我這個角色發展慢一點 但是我讓我自己未來還有機會 一樣是往這個角色去邁進 最後呢你就可以來到穿梭的階段 也就是可以自由跳 自由轉換在不同角色之間 或者是有的人就是哇 經歷過這個自我探索 前面的所有過程之後發現我自己 完全可以百分之百投入到新的角色裡面 這是我自己整理的以下幾個階段 那接下來 每一個童話故事都會有大魔王對吧 一定要有魔王才能來顯示說 這個主角的正能量跟他勇於面對的勇氣 這一類的價值 我們在發展自我人生的多元宇宙的時候 當然也會有大魔王 這個大魔王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時間嘛 因為我們就是只活在一個宇宙 一個現實而已 我們只有一個時間線可以跑 所以我們並不是真的擁有多個時間線在跑我的不同角色 我們都會衰老 我們都會死亡 那這樣的話 有的人就會提出這個問題是說 那怎麼辦呢 我在這有限時間裡 我到底要怎麼樣可以去發展我的人生的多元性呢 我在這邊提出一個概念 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我們人的智力其實有分為兩種 第一種叫流體智力 你也可以把它同理翻譯成為聰明 這個流體智力的概念 它就是掌管你的創新創意或邏輯 記憶力等等這類的能力 這個能力它會在年輕的時候達到最高峰 接下來會開始慢慢的衰退 所以很多人就會擔心 我是不是隨著年紀 我的表現是不是會不如以往 對吧 但是我們其實人還有另外一種智力 叫做晶體智力 也就是你也可以同理翻譯為智慧 晶體智力的概念 它是整合你所有過去所學的能力 然後呢 去把它發揮完整性 所以這個部分呢 它是在 根據科學的研究是 它在中年開始會發展 但是它很大的機率在你死亡之前 它不會衰退 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流體智力發展到 最高峰的同時 開始培養我們的晶體智力 讓你的人生呢 有源源不絕的 這些能力可以去整合 發展自己的多元性 那接下來我們來舉例一下好了 我看一下下一頁對 沒錯 因為我們通常在發展人生多元角色的時候 比較常見的 比較常見的領域 通常會在同一個領域裡面發展 比如說像我是歌手 大家很常聽到歌手會跟什麼 做演員 或者是歌手會做音樂製作人這一類的 所以我來舉一個例子 這一位是滅火器的主唱 楊大正 那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樂團主唱 但是他後期也有擔任 就是去參與戲劇的演出 所以這個是他在 應該是去年或今年 得到那個金鐘獎的戲劇男配角的時候 他上台領獎的時候很開心 他大喊說 謝謝金曲獎 這樣角色有點錯亂 對 所以呢我覺得這邊蠻有趣的舉例 然後再來第二個 也有跳tone跳很大 跳角色跳很大的 大家知道這是誰嗎 蛤 真的假的 這位是阿諾史瓦辛格 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好萊塢的演員 那同時也是一位奧林匹克的健美選手 除了這之外呢 意想不到 應該說比較多人可能不太知道的是 他在中年的時候有擔任加州的州長 對 所以這個就是跳躍角色很大的一個 比較跳痛一點的舉例喔 那再來呢 還有透過自我探索可能很長的時間 但是突然發現這個角色完全不是自己 所以做了一個很大的跳躍的 比如說我們有沒有在新聞上看過 博士生放棄 月星高星跑去賣雞排 有沒有類似這種 或者是前陣子有一位演員 陳建宏 然後他被發現他在那個參賞賣雞肉 然後因為媒體下的標題就是好像覺得他淪落賣雞肉有沒有 但都引起很多人的這個討論啊 就說賣雞肉也很好啊為什麼不好 其實只要透過自我 他們是透過自我的探索了解自己 發現自己有適合的更多的可能性的話 這個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們其實不論剛剛的舉例都是比較是拿工作來做舉例之外呢 我們其實每一個人我們本來身處在這個生活裡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我們都是某一個人的小孩 我們都是別人的朋友情人 老師學生等等的 我們本來就很常在做不同角色轉換喔 那講到多元宇宙的最狂的代表舉例 當然要舉例這一位喔 就是最狂的多元宇宙 這個讓我們相信多元宇宙可能真的存在就是 這個傑倫 希望有一天那個所有的傑倫多元宇宙 這些人可以實際的在同一個舞台上出現喔 這邊就是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不管你是哪一個版本的自己 你只要好好的活在當下 努力的去享受你的那個角色 你就是最好版本的自己 好 那接下來我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想要創造自己的多元宇宙多元性呢 我整理的下面是七個方法可以推薦給大家 第一個事情是擁抱多元性 就是接受 多接受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樣的idea出現 可以去擁抱他接受他 第二個跟第一個有點像就是改變你的思維模式 從封閉到開放 第三個是探索了解自己 就是不斷的自行不斷的去了解自己的所有面向 然後你才能夠更知道自己的想要的 生命的熱情的所在在哪裡 再來是不停止學習成長 只有透過不斷的學習 你才能擴充你的宇宙的知識庫 對你才能夠有更多的發展性 一樣是去發展你的多元宇宙 按錯了 再來勇於接受改變與挑戰 就是這個我覺得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大部分人面臨到轉變的時候 通常未知是讓人恐懼的 所以都是會比較做抵抗的 但其實如果你願意多接受 你生命的轉變或挑戰性的話 其實會有很多的多元性可言 再來參與社群和群體 就是我個人認為擁有好的人際關係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數量其實不需要多 但是品質一定要好 再來最後是創造和表達 就是這個部分也是大家可以參考的 所謂的創造和表達 並不表示你要做歌手 作者作家音樂家等等 不是你一定要有作品出來才叫創造 可以用你自己最喜歡的方式去做表達 去做創作 那不一定要公諸於是也沒有關係 以上是我推薦給大家 可以創造自己人生宇宙多元性的 一個參考的方式 那今天最後回到剛剛那一題 如果人生就像只有一張一票完到底的 你會怎麼選擇安排你的不同的主題體驗呢 一樣喔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是重點 這個問題的重點是 我覺得在這個世代裡面 我們是一個更公平也更不公平的時代 因為我們擁有了網路的無限多元宇宙 我們甚至現在還有AI 這個AI幫我寫了多少 你知道跟我一起撰寫了今天的演講 對我覺得重點是 我們在這個享有所有資源的時代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是自己人稱的設計師 所以選擇這件事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最後我希望分享給大家的是 一樣喔 如果我們把每一個選擇視為一個切入點 我們又怎麼樣塑造我們的人生多元宇宙呢 所以最後 希望我們到可以謹慎選擇好不好 擁抱自我 然後呢擴展自己的人生多元宇宙 謝謝大家